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科院总工程师张成 大平安好 大家好 好 立刻看看习近平 拜登 普清 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有 战队对抗的一个态势出现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最近普清有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达到了日本的软肋 首先看一下 他是对于撒哈林一号开始出手了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是撒哈林二号 就给予你一些限制 现在让这个日本真的是痛到 这个天然气没有办法补足 他们所有的需求 让他们的这个 等于说购买的成本大增 我们看一下这边列出来的 如果日本退出撒哈林的项目 从别国购买的话 将会增加935亿的成本 但是他现在又要对撒哈林一号 开始下手 因为日本持有撒哈林一号 大概30%的股份 那等于说我现在开始这个颁布禁令 禁止不友好国家 售出俄罗斯金融能源公司的股份 等于说形同没收 因为等于 因为日本就是这个不友善的国家之一 那他接下来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交易 等于我现在全面的没收了 那日本该怎么办呢 等于是打到了日本的痛处 那我们看看这个中俄 其实在去年跟今年两度联合的绕行 现在会不会也变成跟我们台湾一样 会不会变成这种常态组织战备警循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 普京 现在是不是已经打算联手对抗日本 那对抗日本 其实他的老大哥英 就是美国 就是拜登 我先对你的小弟下手 让你瞧瞧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展开了反击的态势 毕竟俄乌战争以来 就是美国一直冲着中国 冲着俄罗斯 在搞制裁 在搞边缘化 在搞这种小圈圈的这种形式 把这个全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习近平也有警告拜登 今天有最新的华尔街日报消息出来 原来在这一个 裴洛西来台之前 习近平在7月份时候 跟拜登通上电话 就已经落下这句话说 现在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 但是不惧战也不畏战 这是中国大陆的特色 现在不是时候 但是你敢来挑战的话 中国大陆就会有回应 我已经把话晾在这个地方 但是美国显然没有听懂 那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习近平 已经结束了对于台湾的军演 今天有上报的报道说 因为二十大倒数 那北戴河的会议也将落幕 所以习近平在视察辽宁的时候 就来结束了对台的军演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它军演变成另外一种形态 常态化正在进行当中 包含了人民海军护卫舰 已经到了南海的海域 展开连续三天的实弹射击训练 还有中国大陆又再发出航行警告 从11号开始黄海 渤海多处海域 又有实弹的射击 等于说全面性的在我们的周遭 我们台湾就是笼罩在这样子的 一个军演跟实弹射击的中央 应该是这么说 再来中国大陆现在围台军演 会不会只是彩排 这个美国的专家就警告 他说这个演习的常态化 可能就是未来就是要让人无法知晓 解放军是不是在备战 这是一个警训 如果他时时刻刻都在军演 他会不会也是同时正在备战 所以美国到底有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我们台湾当局 到底有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还在搞论文 还在那边搞选举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 这是精细是何系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 都看到这事情严重性 都讲说如果升级的话 升级成武装对抗 已经准备好要撤离僑民 这不是前两天新闻 这次他又再说了一次 所以代表 菲律宾已经看到 这个态势的严重 那双国大陆驻澳洲的大使 也有特别讲一句话 他说只要踩到北京的底线 对台动物就是选项之一 我们来听一听 对我们这个想象力一想不得了 越想越害怕越紧张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 因为中国大陆的海权崛起 这个法国跟加拿大的军方表态 就讲说盟友团结能战胜中国 但是如果你看标题就安心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看了内文 他讲说法国的海军参谋市井 2030中国大陆的海军总盾位 将会是美国的2.5倍 中国大陆正在建造五艘破冰船 在俄罗斯的协助下 这个势力一路从太平洋 延伸到大西洋 也就是说不用到南海 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力了 加拿大的防长就在讲说 我们现在正在密切的 关注中国大陆的行动 要确保台海的安全 但是可以反映得出来 现在中国大陆持续在 扩展军力当中 所以其他国家都有这个危机感 就是说不要刻意去挑衅 不要挑起冲突 不要让战争爆发 可是只有台湾好像状况外 那我们还觉得说 苦苦等着雷根浩的到来 雷根浩要来吗 我们真的是每天 也是在那边开启就是搜寻雷根浩 但是他关了讯号 讯号关闭中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在这个5G的时代 就是找不到雷根浩 有一点遗憾 那再来这个林肯浩 有要来吗 也是没有 他现在要结束任务返回母港 怎么都走了 那我们的坚弱磐石变成了什么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商周的报导 周三出刊了 他就讲说 这个中国大陆围台之后 五年之内势必先排 也就是2027年 还有五年时间 那这个习近平 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连任限制 到第三任任期到2027 也就是说台湾最危险的五年 现在开始在这一次围台局演之后 正要登场了 賴老师 我比较不会用这个时间来做划定 两岸之间用无力的方法来做解决 这个双方矛盾的手段 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愿意 坦白说是我个人很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我们一直希望用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真的是不希望兵戎相见 但是如果以拼准购买力来说 中国大陆的总和的实力 其实早就超过美国 这个我们已经不断的在媒体中 来去强调这一点 因为评准购买力 其实才是真正一个国家的实力 而不是目前的会价的这种能力 中国大陆既然已经在评准购买力 早就超过美国 每一年 由于中国的GDP 是远远大于美国的GDP 我们一直在强调 中国的CPI 又远远小于美国的CPI 所以以大陆来讲 它的国力事实上是跟美国的差距 一直在扩大中 所以欧洲的 他们很多的战略学家的分析 认为以中国现在的造舰能力 制造能力跟军队的这种强军能力 其实未来将会G7的总和 也都小于一个中国 这个已经是一个 摆明的发展的趋势 这些国家很着急 很生气或者很努力 其实也都阻止不了这个趋势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在孙子兵法 早就有谈到了 也就是说有谈到 就是说你这种水的激流 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的时候 即使你再大的石头 你再大的木头 你也挡不了这个趋势 因为它已经形成了 已经形成了情形下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要误实的 来看待这个问题 既然要误实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欧洲的国家 他们刚开始他们一定会 结成一团来抗中 可是到最后发现 结成一团也抗不了中的时候 那么就会分分利息 有些国家跟大陆的利益比较深 矛盾比较小的 他就会离开这个集团 像德国 法国等这些国家 他慢慢的还有意大利 这三国绝对会离开 G7的这个范围 所以美国最后所能够拉的 那就是英国 加拿大跟日本 这四个国家 可是我估计德 法 义一定会离开 因为他们跟中国大陆 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矛盾 而中国大于他们的总和的时候 他们抵抗也无用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其实各位可以想见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估计G7绝对会分裂的 未来一定会分裂 好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就谈到了 大陆的对台政策的白皮书 已经发表了 很明显的他们是没有放弃 用武力来解决两岸争端的手段 但是并不是他的主要选项 主要的他还是希望 用和平的方法 但是统一是他的目标 这个意志 这个决心 是绝对不会改变 因为他们说是核心价值 对 这是核心价值 所以他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 只是他尽他最大的能力 用和平的方法 用和平来解决 然后策略是什么 用融合的策略 以利益作为融合 以情感作为融合 以交流作为融合 这个是他的战略 如果说他尽了所有的手段 都没用的时候 不得不他就采用武力的方法 武力的方法 你就必须要可靠 有效 而且能够达到目标 可靠 有效要达到目标 对大陆来讲的话 他需要的就是东风 而佩洛西跟民进党他们的勾连 刚好就给大陆这么一个东风 他所需要的这个正当性 是欠东风 对 这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正当性 如果大陆没有正当性的突然间 在台海举行这样的规模的 军事演习 在国际舆论上 国际社会上 区域的舆论上 绝对会给中国大陆施加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情况就刚好给他正当性 因为大陆是先用外交 国台办还有解放军提出警告 提出要求 提出抗议 说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讲了三遍 讲了三遍以后 裴若西还是大大大的来 民进党还是开心得不得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等于是完全无故于解放军 或者是国台办 或是大陆的外交部 用政治的方法 用和平的方法 来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不得不采用军事的方法 所以你看美国要拉很多人 来抗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事演练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国际间 美国是孤立的 因为跟美国站在一起 要谴责中国大陆的 二三十个国家 连蔡英文都承认 也不过就是那几十个国家 而有160个国家 他不跟美国站在一个对上 其实这个就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现在中美的关系 是新冷战 假设了 我们说如果现在的中美的关系 是新冷战的话 坦白讲 现在的美国 今日的美国 就是习日的前苏联 为什么说是习日的前苏联 美国逼得全世界 要选边站的时候 他反而把自己孤立了 他只剩下二三十个盟国 跟他站在一起 而中国大陆 不要求国家选边站的情形下 中国大陆 今日的中国大陆 就是习日的美国 等于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反而有160多个国家 大陆的朋友 远远多于美国的朋友 美国变成小集团 二三十个国家靠着美国 只不过因为他们拥有 Yanguru Saksir Usy的优势 所以在国际舆论上 就话语权 好像他的声音比较大 但是在实质上的行动中 160个国家跟美国 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 跟美国站对了 也不过就二十几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以新冷战来说的话 美国反而是少数团体 是孤立的 这就是美国今日的配合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现在中俄是不是已经展开了 反击的态势 我觉得 我觉得是俄罗斯靠过来 俄罗斯 也不是中国说要跟俄罗斯 结成特别的同盟 因为俄罗斯真的需要中国 他被制裁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中国基本上 当然有些部分 可以跟俄罗斯合作 可是中国还是需要欧洲的合作 就大的局面来看 不过俄罗斯这是挺 中国因为又交来一点 他说台海发生战争 他愿意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其实这句话有相当影响 因为这个可能会制衡 日本要介入的考虑 因为他就站在日本后面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俄罗斯是日本最大的恶梦 他就会想到二战 二战是事实上 后来关东军就是死在俄罗斯手里 被放到希伯利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确实会改变地缘政治的一些计算 所以日本不再有事了 以后我们台湾又是日本就不见了 至少他介入的方式会很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出手 因为他可能需要 需要中国很长期的帮忙 因为我们现在都看到 俄罗斯真的会来真的 因为台海最危险 应该就是2027之前 俄罗斯跟中国的合作 我认为会持续蛮久 因为西方不容易那么快就解除制裁 不容易 美国是这样 因为上也有报告已经说 美国刚好就是在 2026到2030这一段 他有点亲黄不接 因为他大部分的作战舰 都是雷根时代盖的 雷根时代 雷根时代 他的新的作战舰你知道吗 因为这次军演你看得很清楚 我们后来不是在中线 双方对峙 然后我们海军派了一些照片回来 你可以发现中方的军舰 大部分都是新的 然后我们都50几岁了 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人家从2017 就一路在造舰 离美国造舰很慢 你的军舰要淘汰 又刚好集中在 2026到2030 所以美国已经有人提出这个警告 说如果战争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 是发生在2026到2030之间 刚好是中国达到最高 美国在最低的时候 我讲的是第一岛链内 能够动员海军 我讲的是海军 所以人家当然会紧张在做评估 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杂志 重要的杂志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包括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是 我们一般看商业周刊 不太讨论这事的 对 所以亮哥这是不是代表说 习近平这句话是 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了 我认为中方在20大 应该会公布新时代党 对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大概延续国来办白皮书 然后之后他大概会先观察 到2024台湾的新领导人产生 所以2024的就职演说蛮关键 我认为如果2024就职演说 还是看起来双方没有谈的空间 后续恐怕就会有军事因素 开始加入 你这样讲得我们很紧张 2024之后就到2027之间 就职演说了 不要 你要从20大开始起算 20大是10月 现在是2022 10月 简单讲就是他会观察一年半左右 好 我们剩下一年半时间 想说我很紧张 我先接续 我们亮哥立委刚刚讲的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合作这件事情 我先讨个take一下那张图 就是中俄舰队绕行之里面的图 这个图一看起来就从军事的角度看 叫做战术压迫 战术压迫 我们可以看 他从北海到南方跟北海到北方 那样切过去 像不像宁静我们的近海的走法 蛮像的 这叫战术压迫 什么叫战术压迫 就是我在做一些军事动作 但是我却在底线前面看着你 譬如说接近我们的领海 就在我们领海外面 然后一直连着领海走 看你怎么样 这叫战术压迫 以前我们那个线叫做台海东线 现在变成领海了 这叫战术压迫 中俄联合做这件事情 我想讲一件 一个联合演习 它的规划三个月以上 不可能突然间就做这件事 不可能 那次演习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那次演习的时候 他们还有前后队的 就是中国大陆军舰先走 然后俄国军舰再跟着走 还有一个前后队 那个都是有排演过的 而且在军舰之前 他们是军机先绕 对 所以为什么先从这个先讲起 我很支持刚刚我们 亮哥立委讲的那一段 是谁靠给谁 是俄罗斯靠到中国大陆这边来 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很清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里面 显现了一个他某种程度 斩不开 就是他基本作战 斩不开的样子 他虽然先进武器 非常的先进 但基本作战斩不开 可是另外一块 很完整的却是 冷冰解放军 非常完整的 虽然他们也没打什么仗 但是他训练是很扎实的 好 在这么一个结构之下 是俄罗斯往中国这边 中国大陆这边靠的 对 好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将来 刚才宣言讲 日本有没有事 台湾有事了 日本不太敢有事了 这个动作 我为什么用战术压迫来先讲 就是说我现在会战术压迫你 就告诉你要提高警觉 如果真的要做什么事情 我是可以对你做一些动作的 这个时候你绝对不敢 把你军力拉开来 所以日本最多 只能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充分让美军 又运用他们在日本的基地 他只能做这件事了 好 以这件事情来讲 最近CSIS才做的一个兵推 那个兵推里面就是这个想定 就是日本不介入 不然不介入 日本让美军充分的运用 美军的军事基地 结果美军损失了900架战机 产胜 产胜 所以我以这个结构来讲 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不小心不知道怎么走的 走到有一天中俄无战事 中国跟俄国无战事 变成某种程度联手的时候 整个世界局势就改变了 所以习近平讲说 现在不是制造危机的时刻 就像台海问题一样 现在不是制造问题的时候 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譬如说中美有些贸易问题 现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用军事的方法 用政治方法制造问题 我只好刚代表这样 东风就起了 我就要做一些动作 因为我必须要做动作 东风时期也起了 对 所以整个局势就越揉越差了 所以博士 我再加问一句 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脑中有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 我们现在等于已经预言了 台湾已经被包围过了 日本那边也预言过了 就是俄罗斯可能会牵制日本 北韩可能牵制南韩 我们唯一第一岛链 日韩会是我们第一声援的两个国家 如果他们两个也都有人牵制着 我们台湾 就等了一个人好来 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不会来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继续讨论